多年前發生了一段不應該發生的這樣的感情 造成了我的太太非常的難過 也受傷 說實在的我相當的自責 也向她非常誠摯的致歉 在當時也獲得了她的原諒 今天要送我的孩子出門前 我特別跟我太太跟三個孩子 大家圍在一起 我再次的跟他們說聲很對不起 就是這幾個新聞又再次的讓他們 就是受到驚嚇了 那我也很謝謝他們 就是在出門前就跟我說一次爸爸加油這樣子 那說實在的 這完全都是不應該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完全沒有邀請我的太太跟我一起參加這個記者會 雖然她原諒我 但是這是我個人犯的錯誤 我自己承擔就可以了 我自己來面對大家 跟大家說聲請拍謝 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驚動大家了 讓大家今天早上要來這邊參加我的記者會 那說實在這個記者會召開 實在是我非常慚愧的一個時刻 那這個多年前就發生了一段不應該發生的這樣的感情 那造成了我的太太非常的難過 那也受傷 那說實在的我相當的自責 那也向她非常誠摯的致歉 那在當時也獲得了她的原諒 所以她對於這個現在媒體報導的這些內容 其實她當時就知之盛響了 那當然沒有想到 隔了那麼多年之後 那昨天用這樣子比較聚悉迷的方式 然後在媒體上呈現出來 那當然造成了那麼大的風波 那也驚動了這個社會 我個人對於這樣的風波 我非常非常的抱歉 那對我的支持者 對於大家其實都深感歉意 那我這個在今天要這個送我的孩子出門前 那我特別跟我太太跟三個孩子 大家圍在一起 那我再次的跟他們說聲很對不起 就是這幾個新聞又再次的讓他們 就是受到驚嚇了 那我也很謝謝他們 就是在出門前就跟我說一次爸爸加油這樣子 那說實在的 這完全都是不應該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完全沒有邀請 我的太太跟我一起參加這個記者會 雖然她原諒我 但是這是我個人犯的錯誤 我自己承擔就可以了 我自己來面對大家 跟大家說聲請不好意思 那也希望獲得大家的原諒 那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所表達的 那也謝謝大家關心 謝謝 好 你